多模型这个冠状流 这样子优点就是可以 就不用欧化模型去控制 这个生成的结果 这个冠状流我会分线在我的笔记忆里 或者大家可以在线使用 断脑运镜线打开我的冠状流 就直接在旁边打开 我的笔记忆里 直接搜索就可以了 在笔记忆里边自己搜索 多模型生图 这里边有模型的下载 及安装的教程 还有工作网友下载 它其实就是用两个模型 这个很重要 就是它是同一个系列的模型 一个是真实的 一个是卡通的 通过这个来控制 它模型使用的权重 比如调到1的话 就是使用模型1 这边调到1的话 也是使用模型1的提示词 有两种 一种是模型控制 一种是提示词控制 这边调到1的话 那就是它会更偏向于真实的模型 我们生成看一下 这个效果 提示词就很简单 就是一个女孩在酒吧 通过这两个去控制 这样子生成出来的文物 就是比较正硬一点 如果我把模型偏向于底下 这个动漫的模型 这个是一个动漫的模型 那我就是把这个调整到 它就是完全的使用动漫的模型 这边也是使用到 然后去点生成 这样子生成重来 它就会偏向动漫 这还没显示出来 我这边是固定的重置 那它就是根据这一张图去生成 我可以看得清对比 这个优点就可以自动的去调整 这个生成的图的那个叫什么 比如说我们经常用到的2D文物 一半一半的那种风格 那你这边就可以调到0.5 就可以更好地去控制分割 现在这个是片线动漫分割的 我现在调低一点 0.5增加写实的分割 就是在这两个模型之间 权重高低切换 然后这个是提示词的权重高低切换 比如这个分割提示词 就是用0.9用底下这个分割提示 但是其实分割提示是一样的 提示词的权重 音线比较小吧 所以你想要让它偏线真实的 只要提高就好了 比如说 底下你可以用一些微调吧 如果是提示词的话 我现在想让它变得更加真实一点 我把底下提示词调整到1 就是这个模型 它就会在这基础上 更加真实一点点 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提高上面的权重 那就提升了更 效果更明显 如果你是1的话 那就是完全是用模型1去生图 所以这个混合模型去生图的方式 就挺好的 就可以不用下载罗纳或者什么 我可能有其他不同模型 我可以让它混合去生图 这样子它就偏线更真实一点点了 但是又有动漫的那种感觉 如果我想再真实一点 那就是把这个完全调到1 底下也是1 这样子就会更真实 我们可以点一下看一下 这样子就可以通过模型之间的混合去控制生存的风格 相比用欧马多么一种方式去控制风格